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 迪丽热巴造型引争议 一身行头超2万,生涂嘴唇下垂撞脸悲伤蛙 11月9日,迪丽热巴线申迪奥与艺术上海展,再次以新造型亮相 和以往一样,这次同样掀起网友热议 工作室一马当先,释出了一组花絮图 这次迪丽热巴身穿眉红色礼裙,扎着利索的发型 精修途中美艳不凡,让人眼前一亮 只是褪去精修,迪丽热巴的状态和穿搭都引来网友铺天盖地的吐槽 先看迪丽热巴的穿搭,没了滤镜后颜色暗淡了很多 再加上裙身皱皱巴巴 完全不似正规礼裙的模样,不少网友都犀利吐槽 网友直言裙子不好看,吐槽品牌方总拿这种很挑战的衣服给迪丽热巴 譬如这件火龙果色的就很离谱 其他网友也表示负荷,直言衣服看上去很廉价 喊话迪丽热巴不如脱了扔到毛侧 有网友扒出迪丽热巴这身穿搭 裙子是迪奥2024早穿成衣系列,迪丽热巴算是首穿 鞋子同样是迪奥系列,价值一万八 加上其他配饰,一身行头轻松过两万 可穿着如此奢侈,网友却吐槽过于廉价 不止如此,就连网友都支持粉丝把迪丽热巴的装造失丝了 这还没完,比起迪丽热巴的造型,他生涂的状态更是引来群潮 对脸看迪丽热巴皮肤很是光滑,五官也十分精致 双眼皮和卧蚕都十分明显,无疑是一位标志的大美人 只是看多了迪丽热巴之前无可挑剔的状态 这次露面还是被纸状态下滑 网友表示迪丽热巴这个装造显得很老,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疲惫 还有很多网友发现迪丽热巴的嘴角下垂 法令文明显,整张脸的走势都开始往下 明明只有31岁,却比同龄人老了很多 质疑是整容后遗症 对脸看迪丽热巴嘴角确实有明显的下垂 嘴角两侧的纹理形成阴影看上去十分明显 放大看也能感受到迪丽热巴的嘴角下垂得相当明显 不知是拍摄光线的问题还是妆容的原因 再看迪丽热巴本人的状态,确实颇为疲惫 明明穿着如此明艳的礼裙 但却给人提不起精神的感觉 好几次都被捕捉到闭眼的瞬间 即便睁开眼睛,迪丽热巴也给人一种惺忪的感觉 有网友直言迪丽热巴在花勺舞里也很疲惫 这次也给人松垮,疲惫的感觉 尤其是一双眼睛神似悲伤蛙 明明底子是明艳四射的大美女 却因为装造备受吐槽 粉丝自然气不过 纷纷跑到迪丽热巴工作室下方抨击 粉丝斥责工作室给迪丽热巴准备的礼裙太差 还有人喊话造型师滚蛋,十分犀利 其实迪丽热巴粉丝对造型师的不满由来已久 远的不说,就说11月初的L红毯 粉丝便十分不满 迪丽热巴在L红毯的两套造型 一台被指太夸张,一套被指太阴暗 都让粉丝气愤不已 直言浪费了迪丽热巴的美貌 只是造型师显然并未听见粉丝的意见 依然我行我素 当然也有人觉得迪丽热巴的美貌 撑起了这件衣服,人的审美不尽相同 工作室也无法做到面面俱到 粉丝和工作室应该彼此包容成长 助力迪丽热巴变得更好